本节目由古斯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特约播映 1911年的10月10日 武昌全城戒严 将边的所有船只全部进行城门关闭 而街上的行人也都需要排着队检查通行证 直到深夜检查工作才告一段落 而突然之间武昌空中的一声炮响 打破了宁静的黑夜 辛亥革命爆发了 它让那些探索救国的先进分子更看到了希望 那么这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否解救中国 而它又是否可以改变中国百姓的生活环境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西方列强分治踏来 1894年甲午战争 1900年庚子事变 中国军队一败再败 清王朝欠下了巨额的战争赔款 签订了数百条不平等条约 这张时局图绘制的就是当时的中国被列强共同宰割 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局面 武昌城的炮声滑解了清政府的统治 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 辛亥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 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中觉醒 踏上了追求独立和民主共和的道路 然而冷酷的现实很快就将人们的热情降到了冰点 虽然建立共和 但是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 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不能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百姓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不久后革命果实惨遭袁世凯窃取 军阀割据社会动荡 一时间形成的新思想止步原地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此时一批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知识分子 他们走在了探索的前列 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学生 就非常希望能够学习到日本明智违新的成果 来探索中国自己的旧王图存之路 而这些人当中就有李大钊 1913年冬 李大钊怀着巡路报国的热情来到日本 1915年 李大钊在参加留日学生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21条史 起草的通电 警告全国父老叔 传遍中国 起初李大钊像近代中国许许多多 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一样 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与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 但这一切是否能够适应中国 这也让他陷入了深思 和李大钊一样 陷入深思的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陈独秀 此时的陈独秀正在日本攻读法语 说来也巧 这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好友张世昭 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却相互不认识 这一天 李大钊早早地来到了杂志社 随手拿起一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正是陈独秀写的 爱国心与自决心 这篇文章发布后 却被大众严厉批评 然而李大钊却给了陈独秀 不一样的意见 这篇文章一发表以后 引起了很多反响 一下有十几篇文章来批判他 把他批判得一无是处 这时候李大钊 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也写了一篇文章 厌世心与自较心 他肯定了陈独秀 忧过忧名的情节 同时也指出他对革命形势过于悲观的问题 陈独秀看了这篇文章以后 很受感染 文章毫无保留的批评和认同感动了陈独秀 为此陈独秀立刻挥笔给张石昭写信 大作独臂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 请安排时间 于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就有了志同道合的初次相见 此时冬夜当中缓缓驶入了一艘轮船 只见一位年轻人从船上走了下来 他连连打着寒战 再加上连日的疲劳和着凉 一下船就直接钻进了一个旅舍当中 这个年轻人正是陈独秀 他正带着早已经想好的计划来到了上海 陈独秀想明白了 他要救中国 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思想革命 唯有启蒙明治 激发群情 唤醒民族 革命才能成功 而要革国人思想的命 就必须要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这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 每号约一百页 六号为一卷 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后 他内心已经向着这个思想革命前进了 在这本杂志的发刊词中 有这样一段话 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这个陈独秀是把旧国和改变中国的希望 放在了中国的新一代 放在青年身上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青年一代 必须要改造思想 也就是民主和科学的方法 来看待这个世界 认识这个世界 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 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 一般人认为新青年是青年看 其实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中年 老年 文人 商人都喜欢看 为什么呢 他说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心声 是积极向上的 武武战斗精神的重要 陈独秀的新思想 也引起了远在北京蔡元培的注意 1916年的11月 在离北京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院 有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 一天清早 一位年近半百 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 前来探望这里64号房间的客人 只听店里的伙计说 客人还没有起床呢 于是这位来客 就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 不要叫醒他 不要叫醒他 你给我一张凳子 我坐在门口等他就行了 说起64号房间的客人 是一位非常忙碌的人物 这位忙碌的客人正是陈独秀 为了给新青年杂志筹集资金 专程来到北京 而耐心等待陈独秀的人 正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两人相见 蔡元培说出了他的目的 陈独秀本身的学问的功底也很深厚 中外中西学问都很好 所以蔡元培就希望延览他 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 并且建于陈独秀说 他要办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杂志当时的编辑部在上海 那么他说 你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去 搬到北大去 蔡元培对陈独秀说 北大有许多人才 杂志社搬到北京后 新青年会有更多人才加入其中 一定比在上海搬得更有影响力 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社 搬到了北京之后 就采取了同仁轮流编辑的新体制 而且还邀请到了 李大钊 胡适 刘半农 钱学童 鲁迅等名家加入了编辑部 共同发表了大量作品 将新文化思想推向了中华大帝 在当时 这些进步青年都渴望着 在这本杂志中 寻找到一些救国治学的新思想 这个在当时刊物当中是非常少有的 而且当时的很多人 都把购买和约多新青年 作为一种进步的表现 所以他在这个社会的影响 对建党的影响 这个作用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此时在湖南的毛泽东 就是众多受到启发的青年之一 陈独秀以独到的政治理论见解 扎实的文学理论功底 犀利的文笔成为了毛泽东的偶像 一个夏日傍晚 毛泽东在同张坤帝 蔡和森闲谈中感慨道 前之谭四同 今之陈独秀 其人魄力雄大 成非今日俗学 所可比拟 新文化运动追求思想的解放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需要请教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先生就是英文民主翻译的谐音而来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 赛先生就是英文科学的翻译谐音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 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主义教条思想 试图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清扫思想障碍 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多次失败遭遇 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中国的可行性 产生了极大疑问 但形成社会主义的道路 也不是一错而就 这个新思想新学说太多了 眼花缭乱 也不知道哪一条是真正适合中国 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奇迹 俄国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胜利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 鼓舞了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同时十月革命也给全世界 包括中国展示了一条新的发展方向 国内寻求出路的年轻人 掌握了新的发展方向 这天李大钊在房间中 看着眼前堆积关于十月革命的资料 他知道 这场革命将给在黑暗中苦斗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展示一条新出路 1919年1月 一篇名为《波尔实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 刊登在新青年这本杂志上 一时间关于社会主义 关于马克思成为了争论的热点 李大钊在演讲中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出现了 中国正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 第五期和第六期当中 集中版面组织力量 猛烈宣传马克思主义 相继刊发了李大钊等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学说》 《马克思学说批评》 《马克思研究》和《马克思传略》等等文章 非常全面深入系统地 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 创造了条件 李大钊帮助北京《陈报》复刊 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刘日归来的杨袍安 于1919年11月至12月 在广东中华新报上 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 刘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 《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籍 并在国内出版 这就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相信马克思主义 信仰马克思主义 创造了条件 电影的结束 1915年 《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之初 早期发行量每期1000本 在1917年时 《新青年》杂志社搬迁到北京 到1917年8月 《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 因发行不好 一度终止出版 后来经过陈独秀的极力交涉 书涉到年底 才勉强同意继续出版 到1919年 《新青年的》最高印数 达到156000份 1920年上半年 《新青年》编辑部 移到上海 《新青年的》发行量 由少到多的过程 也正表现了知识青年 对于新文化思潮的追捧 1918年 毛泽东来到北京 进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经过红楼一层 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 见到了自己 仰慕已久的李先生 只见他穿着旧式的长袍 圆脸黑胡 还戴着后圆眼睛片 毛泽东当时有点不知所措 而先生朝着他笑了笑 点了点头 这位让毛泽东 仰慕已久的李先生 正是李大钊 当时毛泽东的路费 都是通过朋友 筹借得来 毛泽东需要找到一份工作 来补贴开销 于是李大钊帮助毛泽东 在北大图书馆 找到了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 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 解决了毛泽东的生计问题 也正是这个契机 创造了毛泽东和李大钊 经常见面 一起共事的机缘 毛泽东后来 在和斯诺谈话的时候 怀着深厚的感情说 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确实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 期间 正是李大钊 开始向中国民众 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 重要时期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信仰 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 都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 国内进步青年 这时还一直在寻求新出路 而远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 气氛却异常紧张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 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 但当时的巴黎和会被几大强国操纵 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 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 会议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个消息激发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 1919年5月4日 北京实际所学校的三千余人 齐聚天安门前示威 他们提出争取主权 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还我青岛等口号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 很快传到湖南 此时已经从北京回到湖南的毛泽东 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开展爱国运动 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呼应五四爱国运动 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 民众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五四爱国运动后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 登上了政治舞台 成为了有工人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 全国性的爱国运动 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它标志着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从长远发展来看 持续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需要一本完整而系统 指导思想的新武器 这本书正是共产党宣言 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一本 只有报刊上偶尔刊登的片段节选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种标志性的成果 最早就是说中国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 接触到能够接触外语的人 那么一般那个时候外语就很不普及 那么不可能去了解这个共产党宣言 但是当时大多数人还看不到 马克思恩格斯的元素 最多是一个片段的之一 或者是要点的介绍 这人们呢 特其需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全文 可是在当时 要想准确地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精髓 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找谁最合适呢 此时在北京的陈独秀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920年1月 陈独秀乔装成一个商人 悄悄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在陈独秀的行李中 有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他准备将此书带到上海 并物色一个合适的人 将其翻译成中文 陈独秀秀秘友 孙中山秘书戴继桃 也希望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 于是戴继桃找到了当时 《民国日报》的主笔邵丽子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邵丽子说 能承担辞任者 非陈旺道莫属 1891年出生的陈旺道 留学日本四年 阅读了不少日文版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 他精通外语 汉语功底深厚 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让陈旺道成为了 共产党宣言 中文版翻译的最佳人选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 他立刻把自己的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 托人带给了陈旺道 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旺道带着英文版 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回到自己的老家 为了安全和安静 他直接住进了偏僻的柴房 有一天陈旺道的母亲 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 再加上一碟温不去寒的红糖 去送给儿子吃 为了不打扰儿子 母亲转身离开了 可是等到后来母亲 进屋收拾碗碟的时候 见到儿子嘴唇的中围 是乌合一片 他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不由地扑吃笑出声来 原来陈旺道太过于专心 竟然错把墨汁 当成红糖站着吃了 1920年三四月间 陈旺道完成翻译工作 没过多久 陈独秀拿到了共产党宣言的 中文翻译成稿 他就迫不及待地朗读起来 当读完最后一句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啊 不禁拍案叫绝 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 李汉俊帮助教育 最终他们决定 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 对外公开出版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版推出之后 迅速在思想和知识界掀起了一股 购买与阅读的热潮 首版的一千册 很快便告受庆 九月在刊物之后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印行了第二版 1921年九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设立了人民出版社 在该社首批出版的书目当中 陈旺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版 赫然位于前列 1936年7月 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 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 袒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 心路历程 我接受马克思主义 认为他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就没有动摇过 而陈旺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正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 或许连陈旺道本人也未曾料到 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教育鼓舞和激励过的革命者 何止成千上万 一批与毛泽东一样 有着身怀既是旧民理想的青年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 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 可是李大钊 以及陈独秀等先进的知识分子 却成了军阀的眼中钉 他们在探索的道路上 又将遇见怎样的困难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